朋友们,大家好,网易新闻报道 美国将中国市场,列为恶名市场 中共商务部回应说,不客观不公正,非常不负责任 下面是网友的跟帖 中国公司能去美国上市,美国公司为啥不能来A股融资 中国电信公司能去美国放号,办卡 美国电信公司为啥不能来中国开展业务 中国央媒能对美国广播 美国媒体为啥不能来中国 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公务员的社会地位高 有人回答,高的不是公务员本身,而是背后的公权力 比如你马农,年薪七十万,我政科公务员,年薪二十万 你家人生病的时候,你求爷爷告奶奶,找不到床位,急得头上长痘 我只要一个电话,自然有人帮我去打电安排 又比如,你是投行精英,年入百万 我政科公务员,年薪还是二十万 你小孩要上学了,想读个好学校 你到处开后门,就是找不到路子 想送钱都送不出去 我只要一个电话,同样有人替我去打电 但你说,为我打电的人,是看中我公务员的身份吗 显然不是,看中的是我掌握的公权力 他希望今天帮了我,日后我能回报他 下面是一位封网友的白烂日记,我妈对我说,等你结婚了 有孩子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下的任务 另一个网友跟帖说,可能是个组织,我妈妈也领到了这个任务 下面是一位网友的帖子,周五加班到十点,于是拼车回家 路过实验中学门口,正好高中也放学了,有个高中生上了车 我感叹道,都不容易,学生也天天这么晚 四季说,现在辛苦读书,以后就轻松了 我嘲讽说,那可不,我当年高中天天学习到十点 就是为了,现在天天加班到十点 然后,车里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过了一会,高中生就开始抽鼻子哭了起来 下面这位网友的帖子,你认同吗? 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公务员降薪 别开玩笑了,根本不可能 近期有人在网上晒公务员降薪的消息 看似真实,其实是部分拿高薪资 待遇优厚的公务员,为了降低普通民众 对公务员工资的不满,而编造的假消息 有些是暂时欠发的,并不是因为财政没有钱了 工资对于财政都是小头 真正的大头是在工程建设 而且国家每年为了发公务员工资 转移支付几千亿当地的罚末收入 过往车辆的违章罚款 国有企业的税收 这些都足够发工资了 如果不够发工资 为什么现在还在扩招社区管理人员? 网格员,不是应该裁员才对吗? 所以说,不要听网上那些人乱说 砍掉了一点点绩效考核津贴 就说财政没钱发布了工资了 本频道评论,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一定就是真的 下面是网易跟贴 原文,自愿上战场的 百分之一都不到 无论宣传多好 一,你愿意去战场吗? 二,天天在生存边缘 我要去保护啥? 请告诉我 三,保卫周公子 让他能喝上两万一斤的茶叶 和北极粘于家里 酒味数的存款 下面也是网易跟贴 原文,统派团体 在台北101前 为祖国庆生 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网友的跟帖一 强烈要求祖国 把这些爱国人士 接回国内享福 二,这个坚决支持 可以在新疆设一个安置点 有个网友突发奇想 说,我一直在想 假如有个高级生物 有事没事 就拿右耳来钓我们 钓上来又解开 把人扔下来 我们会不会see他们宗十八代 然后有人回复说 不用假如 大学生购房补贴 人才购房补贴 农民进程补贴 通用型购房补贴 你喜欢拿款耳料 一张图片 在上海的公园里 一个大妈拿着相亲条件牌 四处转悠 上面写着 女,上海 招有权有势的亲家 这是史上最简洁的相亲条件 却字字珠心 下面是一位网友写的 从9月28号开始 高速公路就出现了堵车 跑了绍兴 苏州 昆山 湖州 丽阳 又返回绍兴 遭遇了多次拥堵 很多时候 被困在高速路上 发现了一个现象 这些自驾游的车上 几乎没看到国旗 而在从前 国庆期间 私家车贴国旗 车头车尾插小国旗的 随处可见 这几天 我在长三角来回奔波 至少跑了一千公里路 但是没有看到 一辆车上有国旗 这非常的不同寻常 至于为什么 我不知道 下面是一位叫 轻松古藤的网友 写的帖子 又看到一个 有意思的故事 1648年 清顺至五年 中华大帝 正经历残酷的政权更迭 南民王朝 在做最后的抗争 同一年 遥远的荷兰 一家名叫列克戴克上水坝的公司 发行了一份债券 荷兰是低地国家 常受洪水威胁 因此荷兰有很多运河 堤坝 发行债券的这家水务公司 主要负责维护某地的防水堤坝 债券面值1000荷兰顿 债券持有者 每年可获50荷兰顿的利息 这是一种持续支付收益的永续债券 内容被手写在羊皮纸上 此后的375年 和古老而兼顾的防洪帝一样 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 发行此张债券的公司 都坚守信用 即使是二战最紧张的时候 当时的债券持有人安妮弗兰克 和嫁人躲在阿姆斯特丹的小黑屋中 债券利息仍暗示打到他的账户 2003年 这张古老的债券 被耶鲁大学在拍卖会上买下 直到今天 耶鲁还定期收到每年的利息 网友西山乌世根帖说 亲戚家有一张 400银元买的生产红三角牌纯简 那家公司的股票 股息一直发到文革前 文革中停发股息 文革后直接发文件 宣布股票凭证为废纸 另一个网友说 产权和信用 有横产才会有横心 有横心才会有信用 开发商破产 房子没了 如何应对 一个人回复说 一 相信国家 一定会把业主处理好的 二 下次请加上狗头的表情 三 是不是打错字了 是相信国家 一定会把业主处理掉的 知乎上 有人问 圣经银行 向辽宁资产出售 约1760亿元资产 从商业的角度 如何解读此举 有人回答说 好 金融创新的又一壮举 简单说 圣经银行把众所周知的 1837亿信贷资产 包括1544亿本金 和293亿应收利息 以1760亿 卖给了辽宁AMC 不仅本金毫无损失 还收回来200多亿利息 这要是放在死板顽固的传统金融市场 拿去交易 本金骑马脚踝斩 利息更是想都不要想 卖方都不敢张嘴 要不怎么说 华尔街都是吸血鬼 大爱无疆 还得看咱们中特金 股掌祝贺 牛叉 当然了 债务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 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 内债也是债 本质上是从恒大圣经 变成了恒大欠辽宁金头 辽宁金头欠圣经 这就是通俗说的接盘 辽宁金头花1760亿 买了1837亿的资产包 那么它最终 能从恒大要回来多少钱呢 数学上是0到1837亿之间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猜测 但总的来说离零近一些 离1837亿或者1760亿会远一些 也就是说 这笔交易 辽宁财政厅全资控股的金头 必亏无疑 而且会亏得很大 辽宁省府这么有钱吗 当然没有 所以辽宁金头 发了15年定向票据 票面利率2.25% 重点来了 这15年内 辽宁金头 每年只付利息 到期后再付本金 并且 这15年内 只是初始年限 双方协商后可延期 听懂的 请给掌声 谢谢 我乐观地估计 起码延期一轮 还本金那得是2053年的事情 所以高赞也不必替 4300万辽宁人民担心 该吃吃 该喝喝 崩得住 特别是30岁朝上的 只要退休金想开点 都不是什么大事 凯恩斯说过 长远地说 我们都是死人 剑贤撕骑就完了 宁做下虫 快以三计 不过最近养娃的朋友 注意下 你这个娃 就是有智慧的子孙后代 这不又留了点新作业 好好养育 长大了 祖国有很多事情 需要他们肩负的 恒大歌舞团女演员们 苦练舞姿的情景 新颖舞姿造型 令人大开眼界 这张照片上 是恒大歌舞团的女演员们 正在苦练舞姿的情景 其新颖的舞姿造型 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 女演员们都穿着黑色的上衣 粉红色的裤子 趴扶在地上 摆出了一个奇葩的造型 这个造型到底是什么 好像是一朵花 仔细一看 好像是莲花 的确有创意 有噱头 不知道恒大歌舞团 这么艰苦的训练 排练这些舞蹈 到底是给谁看的呢 也许有人说 大歌舞团就是摆设 是恒大不务正业 才成立的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恒大攻城掠地的 各个战役中 聪明的人都可能会想到 恒大歌舞团 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觉得呢 下面是一段有趣的话 有这么一个国家 非常有趣儿 穷人十分爱国 富人们纷纷想办法逃离 穷人彻夜在广场 等着看生起 富人在使馆门前排着队 两步相扰 下面是网易跟帖 原文 那些假爱国的行为 该停停了 下面是跟帖 谁敢出来讲讲 中山浮源头 谁穿过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 现代军服溯源 也就英国 德国为主 苏联 法国为变种 军力就只有英国 德国两种 从元旦 五一 六一 国庆这些节日习俗 也是国外传进来的 现代汉语词汇 40%是英语 日本词汇转译的 比如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派出所 警察 新文化运动 鲁迅等四五个人的 白话行文理念 就是日语结构 替代文言文 手机 电脑 汽车 飞机 航母 导弹 网络 都是外国发明传来的 需要禁用吗 脑子是个好东西 另一个网友说 哥们 你这一番话 得让多少所谓的 爱国者破防了